近日,中国高铁已经正式开进塞尔维亚,而就在开通当日,当地民众急报现场,整整庆祝了三天三夜,并且塞尔维亚总统武谢奇当场表示,感谢中国的帮助,为了这一条高铁,塞尔维亚人民整整等了一百多年,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帮助塞尔维亚修建高铁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欢迎观看本期节目,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7月29日,塞尔维亚传来好消息,中国在塞尔维亚的高铁项目顺利通车,武谢奇总统到场祝贺,高度赞扬了中国基建水平 武谢奇总统对高铁的顺利通车表示祝贺,感谢中国政府对塞尔维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并对中国如期建成交付给予了高度肯定 他表示,经过各方近五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高铁百年的梦想,今后塞尔维亚将会建成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 书写新的历史篇章,近几年以来,中国在国内建设的几个重大基建工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2018年,塞尔维亚提出修建贝尔格莱德·诺萨维德高铁的设想,并计划投资135亿欧元 对于这个135亿的铁路大订单,欧盟27国都在互相抢夺 但最终中国入场,成功击败欧盟27国,将这份135亿的铁路订单拿到手 那么为何塞尔维亚要坚定地选择中国呢? 据了解,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高铁技术上成就显著 塞尔维亚更相信中国的技术实力 塞尔维亚此次愿意选择中国来修建高铁,主要还是因为对中国的信任 一直以来,塞尔维亚虽然作为一个欧洲国家 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欧国家 人均这地配只有400欧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除了塞尔维亚曾长期处于战乱外 更多的还是缺乏完善的铁路系统 塞尔维亚国内的绝大多数铁路系统基本都是南斯拉夫时期修建的 现如今南斯拉夫早已解体 这些铁路系统不仅无法连通塞尔维亚的几个重要城市 同时还年久失修,面临被停用的境地 为了整顿国内的基建情况 塞尔维亚从2017年起就上马了一系列基建工程 但由于塞尔维亚基建技术落后 不具备独自完成大规模基建工程的能力 因此塞尔维亚只能寻找外国承包商 而中国成为了最佳人选 一方面,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 一直与塞尔维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中国不但在国际上声援塞尔维亚 同时还对其进行了不少经济甚至军事援助 得以与中塞两国良好的关系 塞尔维亚交给了中国不少大型基建工程 于是两国就正式签署协议共同修建贝尔格莱德高铁 在塞尔维亚已经对中国如此信任的基础上 打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高铁交给中国来修建十分正常 除了对中国的信任外 中国自身的基建实力也让塞尔维亚十分放心 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高铁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这条铁路沟通了著名的旅游城市诺维萨德与首都的联系 一旦铁路开通 将给塞尔维亚带来大量旅游业收入 在基建领域 中国则是不折不扣的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国内的高铁里程已经达到了4.3万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 同时中国的高铁动车组速度也已经达到了每小时350公里 让中国来修建高铁 塞尔维亚基本上可以放1万个新 不仅如此 由于贝尔格赖等诺维萨德高铁的设计时速高达250公里 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提供这么快速度的高铁动车组 所以在铁路修建完成后 塞尔维亚还很有可能从中国引进高铁动车组 从而满足铁路的需求 总的来说 塞尔维亚此次选择中国帮自己修高铁 可谓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强大的基建实力 随着中国承包的国外基建工程越来越多 中国的基建技术也将得到充足锻炼 今后中国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基建奇迹 不过中塞之间最重磅的合作 还是凶塞铁路的合作协议 如果这个项目建成 从塞尔维亚的首都到达匈牙利首都的时间将会大幅度的缩短 只有三个小时左右 塞尔维亚虽然地处欧洲 但是因为地缘的问题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 一直都是置于其本身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条铁路线是中国主导的泛欧铁路往10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旗舰工程项目 这条胸塞铁路全长350公里 其中匈牙利段全长166公里 塞尔维亚段全长184公里 作为中国铁路走出去的第一弹 这条铁路实现了中国铁路标准和欧盟标准的对接 经过对原既有铁路的改造 使得铁路行驶速度增加到200公里每小时 塞尔维亚非常看好胸塞铁路的前景 非常感谢中方在建设过程中的付出 两国之间的友谊将通过铁路承载到后代 不过胸塞铁路在建设出气 也是遭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反对 欧洲国家认为像这种大型的建设项目 不应该由塞尔维亚直接托付给中国 而是应该让西方的公司同样参与竞标 后来在塞尔维亚的强烈坚持 还有多方从中的协调 整个胸塞铁路才在今年正式启动 胸塞铁路是一条对于塞尔维亚来说非常重要的铁路 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位于中国内陆 没有自己的出海口 进出口行业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 而在胸塞铁路建成之后 它就将把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两国的首都连接起来 为塞尔维亚提供一条可以方便出口本国产品 发展进出口行业的交通要道 为此塞尔维亚在最开始招标胸塞铁路时 就拿出了相当高的预算 引来了全球几乎所有有相关建设能力的国家的争夺 这是一条电气化双线铁路 以前这只是一条时速120公里的单线老旧铁路 年代久远 塞尔维亚曾对铁路建设项目展开招标 原本法国也参与其中 塞尔维亚还曾设想 通过法国建造铁路项目 与法国搞好外交经济贸易基建等领域的关系 帮助塞尔维亚早日加入欧盟国家 但是西方国家在查看铁路情况后 认为改造难度相当大 对塞尔维亚开出远超预算的费用 最终武卸其经过思虑后 决定还是找中国建造 没想到中国一出手就惊艳众人 这条铁路中国不但表示 可以建成塞尔维亚预期设想的性能 而且价格给予足够优惠 刚开始欧盟国家眼看到嘴的肥肉要溜了 非常生气 对这条铁路线进行刁难 由于匈牙利是欧盟国家 因此表示匈牙利建造这条铁路不符合欧盟规范 中国直接拿出欧盟一样的要求进行建造 中国这个方法让欧盟顿时挑不出次 最后中国在规定时间内建造出这条高铁 经过塞尔维亚方面的验收 结构令赛方非常满意 这条铁路建成后 让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两地之间的旅程 从原来八个小时缩短到三个小时以内 促进了中国铁路和欧盟铁路的互联互通 也促进了欧盟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 为塞尔维亚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外交条件 此次承建塞尔维亚铁路的 是由中国铁路国际公司牵头 联合中国交建等中方施工企业联营体 工程总承包模式成建 开通运营的凶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被诺断 起自贝尔格莱德站 经旧帕佐瓦站 终治诺维萨德站 线路全长约80公里 这条铁路的建成 让欧洲各国看到了中国高铁的精湛工艺 也成为中国基建向海外扩张的一张明信片 它具有很强的广告效益 对让未来想要修筑高铁的中东物国家 率先想到邀请中国帮助建造高铁 如今匈塞铁路的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 它在塞尔维亚国境内的路段已经建设完成 为该国提供了一条 可以从首都便捷通往边境的铁路线 而它在匈牙利国内的路段建设正在进行 预计如果一切顺利 2026年整条铁路就能建设完工 为塞尔维亚乃至整个巴尔干半岛 提供一条便捷的国际铁路运输线 促进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整条铁路预计将在五年后正式通车 在铁路建设的沿线 塞尔维亚准备建设大量的企业 利用匈塞铁路可以直达欧洲腹地的优势 提升该国的经济发展 而中方对于这条铁路同样是收益良多 首先匈塞铁路目前是中国在欧洲地区的面子工程 要使西方国家能够从中真正见识到中国的基建能力 那么后续中国基建在欧洲的市场肯定能够逐步打开 而同时中国的产品 也可以通过这条铁路更快地抵达欧洲 塞尔维亚总统对于近些年来中塞双方的合作非常的满意 表示考虑将会在未来再更多的方面和中国达成合作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